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 今天我們的這顆蘭花 維維安應該是大家蠻常見的一款蘭花 我這邊現在準備了一個 它上一次開花週期的影片 主要也是給你們有一個參考點 因為這顆蘭花我從買來的時候呢 它就有開花 可是算是非常小的 我這種蘭花總共有三顆 那也剛好有大中小 這顆是最小的一顆 那它每一年呢都稍微進步一點 然後開花的朵數呢 我覺得 就還可以接受 但是呢從去年就是現在看到這個片段到等一下你看到 它的這個開花過程開花影片 你會發現今年呢它有進步 因為它開花的朵數更多了 那植株呢 大小差不多 有稍微大一點 但是沒有說太大太大的變化 就是在它尺寸上面 因為這顆我在猜它本來就是屬於 迷你型的 維維安 會有三顆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這種蘭花雖然說在台灣常見 我其實每次回台灣到華視逛都一定會看到 那在美國的話呢 都是在就是超市看到所以價格都不貴 但是呢不常看到只是被我遇到過三次 所以每次看到呢就 拿一顆 所以就拿了三顆 還好第四次的時候我就決定 不再買了因為 夠了三顆很夠 大中小 然後這三顆其實它種植方式都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那今天的這一顆呢是我三個裡面最小的一顆 那這一顆 那這一顆當時是其實好像是因為去度假去洛杉磯找朋友 以前我也住洛杉磯 但是呢後來離開了 那是回去找朋友 那我們是在Home Depot 這個建材 建材這個 這種Big Box Store建材的這種店 然後連鎖店裡面看到 然後我就只剩一顆 我就把它就是趕快放到購物欄裡面 當時好像也就是六七塊美金吧很便宜 那我就買回來 那買回來的時候呢 其實我當時不確定要用什麼種植方式 所以也是用它既有的這個水草種植了一段時間 才改成這一種 戒指伴水羹的種植方式 那所謂的戒指伴水羹呢 其實就是說它的這個杯底的排水孔是在側邊 那排水孔下面的部分呢就會是一個 我們就是英文講reservoir 其實就像一個小蓄水池啊 就是說你的這個顆粒呢 是可以透過這個這個吸收的功能呢 吸水的功能能把這水分慢慢的往上帶 但是過一段時間 如果蘭花本身喜歡這種戒指伴水羹 或根系適應的情況呢 它有時候新的根系會直接長進去 所以蓄水池裡面 那就會是一個比較高時多水很長時間 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根系它如果喜歡能夠 能夠適應它自己會長進去 那種是最好的情況 我有幾顆蘭花用這種種植方式 到最後呢其實蘭花自己本身適應之後呢 它真的根系長進去 其實就不用把蓄水池的水添的那麼滿 其實就是一樣定量 那不管是多少 反正就是能夠盡量控制在一週之內達到干絲循環 對我個人來說我個人看法是覺得那樣是最好的 那如果根系在底部的話 你甚至可以不用夾那麼多的水 你就還是能夠確保它有根系能夠吸水上去 那有時候呢 你的確還是會需要用清水浸泡 比如說像我的話 一個月的前三週都一定是會用 調好肥料的水來給它提供 比如說這一杯也是大概就是 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杯的這樣的一個range的水量 那第四週呢我會用 只用清水來為這顆蘭花做浸泡 那因為用內外杯膠疊喔 所以我很容易的就能夠就是用浸泡的方式 清水浸泡方式來溶解或帶走不必要的物質 或多餘的殘留下來的鹽分 就是可能沒有被分解沒有被蘭花吸收的這個殘留下來的鹽分能夠帶走 因為鹽分過高啊它也會增加這個杯子裡面的這個PPM 所以對蘭花更新有時候呢還是會多少會有一點影響 表面跟杯的部分有時候會有一點灼傷 或者是太乾喔太鹹 所以用清水 那它本身介質的這個顆粒呢 我是用一個牌子叫做Hydrocorn 它跟Leica Beatz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的圓形的這個粒子呢 不是完全是圓的 那Leica Beatz它整個是完全非常非常的圓 那我喜歡這種不規則的圓球 因為我個人覺得更多能夠就是能夠把這個水的表面張力 能夠就是破壞 那這樣子呢它就能夠更加的幫助水分的這個吸收跟蒸發 那這邊影片片段當時呢其實它好像頭一兩朵花已經卸了 那這次的開花周期呢比上一次開花好像多了兩三朵花吧 所以就是有進步 然後我的印象中這一次它的花梗也比較粗 但是呢它杯子還是一樣原來的容器 那根系呢好像有比上去年再多好一點點 那我其實它有些根系不算多 但是其實這個杯子對這顆蘭花來講 我個人覺得還是有點偏大 所以你會看起來它的根系稀稀素素的 如果我用更小一點根系啊 糖浩它應該會長得更好 因為蘭花其實它比較喜歡小容器 然後根系呢就是會非常的root bound 英文講root bound 其實就是它的根系很喜歡就是很緊密的就是盤結在一起 它不是很喜歡 蘭花不是很喜歡那種大容器 而且大容器有一個風險啊 你越大的容器 你的水分控制的就是越不容易 因為很容易會嚼太多水 那根系少容器大 然後戒指又多 吸水多 就很容易會造成爛根 所以如果你是蘭花新手的話 在你不確定的情況之下呢 永遠是選小一點的容器 了不起就是隔年它長大了換盆 我不要呢選大的容器 想說讓它有多一點的空間來長根系 我告訴你 那樣子呢 除非你控水很好 否則的話呢 永遠啊 都比較容易會造成蘭花爛梗 就是因為容器過大 戒指過多 然後你又給水給太多 所以這是蘭花新手上面比較要注意的 那因為這顆蘭花呢 它杯子比較小 所以呢 我還是用內外杯交疊 但是底部有放石頭把它架高 這樣我比較方便我拿取 就是這樣而已 總之這顆蘭花 今年的開花我覺得還算不錯 希望你們也有機會 能夠試試看這款蘭花 練練手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蘭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